妈 我马上就去医院 嗯 好的 好的 你们要干嘛 你们要干什么 妈 救命啊 这在哪里啊 手好痛啊 我 我被绑架了 醒了 你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绑架我 你快松开我 放开你也行 孙岸巧 我给了你五天时间 解除婚姻 可今天 是第六天了 什么婚姻啊 五天前 啊 你就是给我发展信的 那个神经病 孙岸巧 我不管你有什么阴谋毁 你让她逼我给你结婚 但现在 你最好主动去找她 解除我给你的婚姻 你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都不认识你是谁 我怎么和你解除婚约啊 而且 而且你绑架我 是 是犯法的 是别人把你绑了 扔到我家门口 我好心把你送进来的 那 那你快帮我解开绳子 要不然 要不然我报警了 欲擒故纵 你就 只有这点手段 既然 我们签了合约 我想 对你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如果错了 你就懂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想起来了 我适合你有婚姻 想起来了 我一定和你解除婚约 已经完了 早这么说 不就对了 如果你明天还没解决好的话 而你 又被人绑到我家外 那时候 我不一能够帮得了你 我 你可以走了 记得你的成目 什么人啊 莫名其妙 妈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打了你那么多电话都不接啊 快点来医院 找你有事 我 我 乔啊 妈帮你摸了一个好情事 你就自作吧 能为楚家大少爷看上 是你修来的福分啊 妈 你不和我张良 就随便交我嫁了出去 你 我怎么能和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结婚呢 我不管 我也不管 你敢 你迟早就要嫁人的 反正要嫁人 找个有钱的人家嫁了不好吗 可是我 可是什么可是 早点嫁人 帮家里还债 不可以吗 你弟弟现在是植物人 看病治病 欠了好多债 难道不需要还吗 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啊 可是 可是我毕竟是你的女儿啊 你这样对我 你有这个权利吗 妈 妈 你简直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给你 变得再夹 你怎么回事 那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没有这座 能不能听不听不听啊 没听不听不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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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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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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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